娱乐圈最近几年发生很多大事 有很多明星永远离开了 有些人去世让人意外 有些人的离开让人伤心 也有些人去世之后依然争议不断 他们有的是意外去世 有的因疾病复发去世 其中不乏年轻又政治壮年的艺人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点死因成谜的艺人吧 发掘新闻内幕讲述明星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新闻哇哇哇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 1.张宇生 张宇生出生于台湾澎湖的一个眷村家庭 她之所以走上歌手的道路 其实和张家遭遇的不幸有关系 张宇生最小的妹妹叫张玉仙 作为大哥的张宇生打小 就和这个最小的妹妹感情最好 妹妹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歌手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张宇生大二那年 妹妹和几个朋友去海边玩 不幸落水去世 等到妹妹的噩耗 张宇生悲痛欲绝 就这样 张宇生突然冒出一个替妹妹圆梦的念头 当张宇生说出自己的想法时 周边朋友是大泼冷水 她之所以有当歌手的想法 也并非是突发奇想 因为她的嗓子又高又亮 偶尔和同学去唱K 连唱不上去的高音 她能够轻松拿下 但只会飙高音 是不够成为一名歌手的 最起码的音乐素养还要有 毕竟张宇生 从没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 就在这时候 学校里组建了吉他社 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一年之后 张宇生有了一点基础 没多久张宇生遇到了贵人 1988年的一个晚上 张宇生和同伴 在一家音乐餐厅表演完 收拾东西正准备回学校 一个吃饭的客人 突然把她拦住了 张宇生也没多想 人家问什么 她就答什么 说完之后 这个客人推荐她去个地方 第二天 张宇生到了地方才知道 自己碰到的客人 叫翁笑良 她是非别唱片的词曲作家 兼制作人 音乐圈里可是鼎鼎大名 而汪笑良让张宇生 来适应的这首歌就是 《鬼的未来不是梦》 而这次录音 张宇生再次震撼了汪笑良 张宇生不仅嗓子好 乐感还特别强 刚拿到手上的新歌 上来就能唱 唱两遍就能录 唱片公司一看这情况 马上和她签约 还为她量身打造了一张专辑 天天想你 这张专辑大多都是情歌 歌好听不说 和她邻家男孩的形象 也很匹配 唱片已经发行 毫无疑问是大受欢迎 只在半年的时间里 就创下了35万的销售记录 一时间 张宇生是人气冲天 不但当选了这一年 台湾年度唱片风云人物 甚至还被外界称为 最会赚钱的大学生 之后的两年里 公司又为她推出了 好几张专辑 期间张宇生还展现出了 除音乐方面的其他才华 就算经历了两年兵役 也没有让张宇生 成为过气的明星 原来福兵役这两年 她静下心读书思考 对音乐有了不少自己的理解 还创造了不少新歌 所以她想出一张 自己创作的专辑 公司最后只好让步 可惜的是 新专辑是典型的 叫好不叫做 歌迷们不买账 直到公司请来 台湾最好的创作团队 给她打造了一张新专辑 这张专辑果然不负公司厚望 张宇生的人气更是火得一塌糊涂 可面对到手的名利 张宇生并不开心 她不甘心做歌星 她想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 可公司不干 歌迷也不认 很长一段时间 张宇生都处于迷惘中 想来想去 她决定暂时不唱歌 先换个角色感 那就是当制作人 这一会儿 张宇生不但替公司大赚了一笔 还留下了她在音乐生涯里的 又一段佳话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车祸让张宇生的人生就此而止 车祸发生之后 张宇生被送到医院抢救 她一直没有醒过来 据悉张宇生车祸 细疲劳驾驶所致 她的英年早逝 也给了我们一个警醒 工作固然重要 理想固然需要去追寻 但安全始终是排第一位 愿这样的遗憾不要再发生 2.艾成 艾成是TVB知名男艺人 不仅是歌手还是演员 她获得过滚石唱片的总决赛冠军 她的妻子则是台湾艺人王瞳 虽然两人交往已经多年 也已经步入了结婚的殿堂 但是一直没有举办婚礼 两人还商量选个日子办婚礼 谁想意外却在这时发生了 据台媒报道 以及其他相关资讯 艾成出事那天 到台北卢州寻找妻子王瞳 但当时王瞳要去宜兰工作 所以没办法陪她 只好让自己两个好友陪她 当时艾成一个人在屋里 王瞳两个朋友在屋子外面 并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谁想她却在这时发作了起来 警方赶到现场勘察 并宣布艾成已当场去世 屋内的两人也是听到警车 和救护车的声音 才知道出事了 事后台媒打电话给她的妻子王瞳 王瞳似乎还并不知情 接到电话之后 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再打已经是无人可接 随后王瞳和哥哥妹妹等人 迅速赶往现场 经过指认之后 艾成的遗体被送往殡仪馆 王瞳因为也和此事有关 需要配合当地警方调查 于是去了当地警局配合作笔录 因为艾成曾经患有精神疾病 使王瞳不离不弃 和朋友陪伴她四十多天 才把她救回来 随着王瞳的口述 才得知艾成去世的真正原因 还是和经济问题有关 艾成在世前 曾投资餐饮车子200万 在台北的西门町开了四家店 本是想把自己家乡的美食 推广出去 但奈何理想很美满 现实却给她造成很大的冲击 营业额减掉六成 只剩下一家店还在运营 但光是近债就高达500万 王瞳曾直言 她看见这个数字就血压升高 她也觉得老公苍老了很多 高额的债务给艾成积累了 很大的精神压力 不难想象 当疾病再次复发 对一个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更何况现在的欠债早已翻了一番 很多钱都是靠借别人 才能撑起来的 刚好又是一个人独处 事到如今 唯有接探 希望天堂不会再有债务 其实消耗本身进行投资 创业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事 又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用剩余的资金创业 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及时收手回头 或许还有别的道路可走 希望这样的悲剧 不会继续再上演 3.罗佩颖 罗佩颖在台湾 是出了名的潇洒女性 经常会在各大综艺爆料 明星求是 而且对人亲切 圈内的人都会叫她一声罗姐 之前还上过康熙 但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有台媒报道称 罗佩颖惊传身亡 享年59岁 据了解 罗佩颖的家人朋友 已经有两天联系不上她 在第三日晚间 造访她在台北市 巴德路三段的住处 发现罗佩颖已经去世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后 判定罗佩颖是因药物去世 但也有台媒报道表示 罗佩颖是因为自身疾病原因 引发意外 罗佩颖突然去世 很多网友都不相信 在罗佩颖生前 曾有网友偶遇罗佩颖 当天 罗佩颖身穿一件黑色连身短裙 背着亮片小包包 正在看手机 可能是在回复朋友的信息 当时她的精神状态 看起来很好 丝毫没有想不开的迹象 这也成了她去世前的最后身影 在娱乐圈 活跃了将近40年的罗佩颖 生活作风潇洒自由 经常会在综艺节目中 和大家分享爱情 工作上的事情 她的感情经历非常丰富 但是一辈子不婚不育 人生非常传奇 她曾表示男人会变 但是房产不会变 她在台北以及上海 拥有多套房产 光是每个月的租金 就入账50万台币 一年就有600万台币 把自己活成了豪门 她上综艺节目时 还表示自己的每段感情 不会超过三年 每天做同样的事情 没有惊喜的事情 会让她觉得乏味 曾经还有一个年轻帅气的 多金男和她求婚 但是她没有答应 即使到59岁的年纪 罗佩颖依旧把自己打扮得精致靓丽 父母曾交代她交朋友 要年轻一点 她的爸爸是湖南人 妈妈是北京人 对这个女儿 老两口的教育方式 都非常开放豁达 没想到这次去世发生了这么突然 最后 希望罗佩颖能一路走好 愿天堂没有痛苦 四 黄鸿生 黄鸿生经纪人曾透露 她真正死因 并不是因为意外 可能是与黄鸿生先天性的 多囊肾疾病有关 此前 黄鸿生就曾有过三高病史 知道黄鸿生去世的消息后 大家很长一段时间 跳不出悲伤的情绪 虽然知道黄鸿生不是因为意外去世 但是她年仅36岁 正好是大好年华 还有女朋友 见人在等着她 可她却永远离开了 其实 黄鸿生的病症在之前 就已经有征兆出现 有段时间 黄鸿生参加活动采访的时候 她整个人的状态就不是很好 脸色蜡黄 十分憔悴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看着也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 网友还在怀疑 黄鸿生是化了老妆 整个人表现出的就是一种苍老感 可能此时黄鸿生的身体 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黄鸿生去世第二天 女友吴汉君 在社交平台犯了患念她 那么优秀的一个人 突然离开 真是事实无常 就在恶号传来的21小时前 她还在个人的社交平台 发布过为狗狗吃食的动态 谁能想到21小时后 便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 真是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她去世当天 徐伟宁曾说 原本第二天是他们约好的高中同学聚会 徐伟宁曾晒出高中的座位表 以及在聚会上为黄鸿生留的位置 徐伟宁和黄鸿生相识20年 有意十分深厚 原本第二天的聚会 黄鸿生因为不用工作 可以来参加的 没想到却传来噩耗 一时间让大家无法接受 最前女友的杨成林更是伤心不已 黄鸿生离开当天 杨成林便发文悼念了她 在黄鸿生的追悼会上 杨成林全程两个半小时 没有说一句话 后来低头离开 在社交平台上发声 也只说自己内心很平静 自己很好 黄鸿生之于杨成林 不仅仅是初恋男友 更是朋友与家人 在华刚一笑的时候 俩人分别作为对方的初恋 在一起了 杨成林工作时 黄鸿生便为她做双份的作业 后来两人分手了 就已将彼此奉为知己 从恋人到朋友 最后成为家人 在杨成林演唱会上 黄鸿生被找来当过嘉宾 杨成林和李荣浩在一起了 黄鸿生还第一时间 在网上隔空送祝福 家人的离开 任谁都不会好过 天堂没有伤痛 希望黄鸿生在另一个世界 可以好好的 五 高以祥 高以祥 原名曹志祥 出生于台湾 华语影视男演员 模特 毕业于亚普兰诺大学 曾经因王立川一决圈奋无数 本以为高以祥的前途会一片光明 没想到他却在宁波录制节目时 发生意外 有网友称 高以祥参与的那档节目 运动强度很大 梅花庄 飞檐走壁 徒手爬高楼 还是深夜录制 对参演嘉宾的体力消耗很大 节目组通过社交平台证实 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 当期参与嘉宾高以祥奔跑时 突然减速躺在地上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权力抢救 医院最终宣布 高以祥新元姓猝死 年仅35岁 对此 高以祥经纪公司发布声明回应 高以祥最终不幸离开了 经纪人及工作团队 一直陪伴在侧 家人已紧急赶往当地 据当日报道 台湾经纪公司老板 邱秀珠接获艺人高以祥去世的消息后 相当难过 他表示 因为高以祥要拍一部电影 因此前阵子才刚做完健康检查 且必须经瘦4公斤 身体状况一直都很好 并没有听说 他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邱秀珠耿艳表示 会全力协助处理后事 将遗体运回台湾 很多好的艺人离世 他们的离开是观众的损失 但事事无常 人最难掌控的就是生命 因此趁着身边的人都还在 好好珍惜在一起的余下日子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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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